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大學教授 叫做Peter Turtrin 他講人類的歷史 他講為何解釋現在人類這麼多國家這麼動盪 他研究族群分佈的動態去解釋 就是說因為是精英人口過多 就是Elite Overpopulation 就是說現在整個管理層的位置只有這麼多 但是自認為是精英 或者是製造了這麼多大學學位 或者是高等教育 那個供應是遠遠超過所需 就是說將軍就多過兵 那令到爭到位那些就沒問題了 爭不到的位的時候就會在那裡大炒大鬧 那他大炒大鬧的時候 會令到政府就會派堂給他們 那派堂給他們 可以其實暫時滿足得到他們的需要 但是當泰堂都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 這班所謂的精英就會提出一些攬炒 那其實這個現象都是出現在香港 因為以前香港真的精英是小的 整個叫做隔浴的金字塔 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每一百個中五的學生 才只有十個是入到去讀 中六中七 那每十個中六中七的 才有一個入到大學 就是說那個淘汰機制非常之強烈 只有中五去到大學的 只有百分之一才是進升到大學 但是今時今日由於學位量化寬鬆 那差不多學位的數目 是等同讀書的數目 因為現在香港有十間大學 以前香港的 是只有兩間大學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才有學位課程 現在是有十間大學是提供學位課程 那令到有時就給了錯覺他們 就是說讀了大學 就以為自己是精英 那自己都覺得是 就是自己曾經 雖然不是真真正正的 叫做學位的畢業 就是以前在八九十年代 叫做專業盟憑都叫做 接近這個叫做學位的標準 都覺得自己是精英 那何況今時今日 就是這麼多人已經是大學生的時候 更加認為自己是精英 這是第一 第二 在今時今日 每一個大學生 他們的成長 都是講很多叫做七星半月的經歷 就是說 老爸老母 外父外母 外公外婆 再加上奔妹去照大的時候 他就經常以為自己是太陽 其他的星體圍著他們轉 就覺得自己是精英 再加上小小的時候 讀那些 叫做play group 也好 或者是那些興趣班 個個都覺得自己是要去拿獎的 神經 也聽過那些父母 是投訴那些教練 足球教練 為何不讓他的兒子出場 為何不讓他的兒子碰球 為何不讓他的兒子射球 那這些其實就 令到他覺得自己是精英 其實在球場裡面 我們以前的 是自己去跟隊 自己去爭取的表現 令到你會成為那個球隊的重心 就不是因為父母出去 為你去爭取 但今時今日 其實很多事情 是因為 有幾個問題 自己認為是精英 當拿不到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好像以前王子華講的理論 魚蛋理論 我沒有 你都不應該要有 一個攬炒的想法 今時今日 直跟不止在香港 就算是全世界的 不同的地方 都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教授講的那個 就叫做 Elite Overpopulation 就是精英 過度供應這個問題 那這樣東西 就 沒得很講的 因為大家 希望 去做那樣東西 做不到的時候 就有一個 大家有一個 攬炒的 一個 態度 去到今時今日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可能 要一個 大一點的 整個 經濟 或者是 那個 政府架構的 重組 就是 大家 要認清楚 整個階梯 根本精英 是少數 如果你不認同 你經常覺得自己是精英 的時候 你就經常有一個 眼高手低的感覺 今天想講的 Overpopulation 就是Elite Overpopulation 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